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且是天下预告首发 赵路斯形象大突破 和洋洋CP感十足 近日武侠古装电视剧 且是天下曝光了首支预告 这部剧刚不久 在官宣的时候就引起了不小的热议 因为两位主演的缘故 这部剧的热度从开拍前 就非常的受到粉丝们的关注 两位算是第一次合作 虽然在以前的电视剧中没有什么交流 但是这一次放在了一部剧中 却能感觉到两人CP感十足 杨杨不必说 一出道就饰饮了新版《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角 虽然后面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作品 但是近两年来凭借着微微一笑很清承旋风少女 《盗墓笔记》等多部优秀的影视剧作品出圈 她优质的外表非常受到大众的喜爱 但是这些年凭借着网剧走红的赵露丝虽然饰演的影视作品也不少 但是很多人都说两人的咖位不匹配 所以在该剧官宣男女主的时候 也引起了粉丝的不小争议 但是从预告海报中可以看出 两人的颜值是非常的搭配的 112月7日该电影的首支预告发出 里面的武打镜头可以说贯穿了整个预告 杨阳的五官一如既往的精致 而她的骨相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一类了 近几年的她演技也越发的时尚 穿上古装的她 剧中武打的镜头更是显得英气十足 因为从小学舞蹈的原因 杨阳的整个体态都显得非常的挺拔 对于一些武打的动作也非常的自然流畅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支放出的预告可以看出赵路斯一改 往日甜美的形象 眼神伶俐 武打的动作看起来干脆利落非常有感觉 这一次算是赵路斯的一个突破 丢弃了傻白甜的人设 应该是这一次角色的人物设定 赵路斯的整体形象 从预告里可以看出非常有侠女的感觉 在这次解释天下的预告中 可以看出赵路斯的形象也有仙气的一面 赵路斯从出道就被人说带着婴儿肥 但本人的实际体重也不到90斤 而且在这部剧里面 赵路斯的是扎着高马尾 这非常考验演员的脸型 虽然大家都说他是肉嘟嘟的小圆脸 但是这一次造型出来看着还是不错的 虽然脸型方面还是有点惊而非 但是身材却是非常的纤细 大家都知道自古红蓝出CP 从预告中可以看出羊羊一身淡蓝色的古装扮相 和赵路斯的一身红装 可以看出对于画面的冲击力还是挺强的 不得不说羊羊真的非常适合拍摄古装剧 在预告中有一个画面是羊羊给赵路斯打伞 两人的模样看起来就非常的甜 可能是因为高颜值的两位吧 不管怎么看都非常的养眼 而羊羊低头看赵路斯的表情简直是苏暴了 瞬间就嗑到了两人的CP 目前这部剧还没有确定播出的时间 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两人在剧中的表现了 你们期待这部剧吗? 赵路斯和羊羊的搭配怎么样?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Haz类优独开